公司新来一事儿逼坐边上 鸭整天吹牛放炮 秀优越 老娘以前有个室友 也是个事儿逼 最后还不是为我修理的服服帖帖的 和事儿逼相处 无论他说什么 您都得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eer in ear out 因为就算你好上天了 他们都能从鸡蛋里挑出鸭骨头 所以就算他们让您难堪 您也犯不着和他们较劲 要是实在气不过 拿他杯子从马桶里摇满水后 放他桌上 更不能傻了吧唧的 什么都和他说 因为他们本来就喜欢四处 打他们别人的隐私 然后添油加醋 跟人家显摆去 oh shit啊 可真够损的 所以说打认识他开始 就不能说自个儿有短 如果事儿逼冲你发脾气 千万别搭理 他们可是出了名的爱面子 您要是和他争 那可真是没完没了 他不是跳吗 往他再点上百块的外卖 留着手机货到付款 绝对让鸭跳个够 我们来玩成语接龙吧 我先来 不可一世 世界末日 世界末日算哪门子成语 我说算就是算 任你大爷